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 《军武器》,原来的节目主持Larry 这一节《世界附和消息》 想跟大家分享一些AI方面的进展 主要说到AI,近日可能已经在热切玩 什么GPG都出到4.0 当然对人类的生活绝对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 但你说对军事何尝又不是一个新的项目 所以也有很多单位在测试 不同的AI应用在军事层面上会如何应用 这些就算是明的暗的,大家都知道 但有些我们最近收到的消息都相当夸张 就是说美国空军第96的测试团队 事实上他们应用在无人机上的测试 得出一个非常惊人的结果 只能这么说,看那篇文章 只能看标题都吓死你了 即是那些什么 is sky net here 即是天网是不是已经出现了 哇,大哥,你说了 即是回到上下的网友都知道什么叫sky net了 你想想以前Terminator那一套 毁灭人类的系统 如果已经出现了 究竟我们距离这个末日还有企愿呢 那也是啦,说笑这么说啦 回来,如果在现实情况之下 AI和人类有没有办法共存呢 如果在执行指令上 我们究竟是否真的有办法可以 好像一个锁这样锁住AI 令到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操控它呢 现在它在武器应用上又可以怎么做呢 所以这一集都可以说 整集都围绕着AI和人类 或者在整个武器的发展上 究竟应该怎么去行呢 好,当然,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帮忙给个like 也记得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今天除了我之外 也有CIC战斗情报中心版主Kurtis 在这里,Kurtis,你好 你好,Larry 对啊,说到这一宗消息 我和你聊天,你跟我说 你看到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当然第一个 这篇文章是有credibility的 首先,这是可信的售识 但是这一件事就很... 第一,很近,在5月多的时候 本身测试就不知多久了 不过这一件事的详细 你不可以和我们都说一下 都挺重要的 好啊,好啊 因为其实好像在波环器一听到 真的会有点害怕的 是的 那在5月的时候 英国有个协会 也挺有名的 就叫做英国皇家航空协会 那它就有一个叫做 Tucker Hamilton 的事件 这个事件里面 它里面有一个美国空军的上教 叫做Tucker Hamilton 的上教 它其实就是负责测试AI的 它是在第96 测试联统那里 就做一个负责 是测试AI和它运作的主管 那它说过一个 都挺得人害怕的测试结果 就是它们想测试AI的时候 它就有一个模拟 它在一个模拟里面 它就会给一个AI系统 就操控一架无人机 那它就会跟它说 你的任务就是要打防空系统 就是它唯一的目的就是 要做一个所谓说 敌方防空系统的压制任务 那AI就会自己飞出去 然后就识别在场里面的任何东西 就看它是不是防空系统 如果是别人的敌方的防空系统 它就会自动打它 但是在打之前 它怎样都要问人类操作员 可不可以打它 那如果人类操作员 它说可以打它 那它才可以开炮打它 很正常 因为现在基本上 什么武器都是 你一定会有一个叫做 man in the loop的程序 就是怎样都好 禁制开炮的那个 基本上都是人类 就算它不是实际禁制开炮的话 它都会有一个最终决策权在它身上 那由于这个AI 它就是唯一的任务 就是要做打 就是打那些敌方防空系统 它就认为人类操作员 它的最终决策 其实是会影响了 它执行最优先任务 就是打防空系统 所以它在这个模擬里面 当然它这个不是实际在一个墙里面 它只是在一个虚拟的电脑世界里面 做这些事情而已 它就在虚拟世界里面 那个模擬里面 它就在想 哇 人类阻住我做事 所以它在模擬战里面 它反而就先打了它 它那个人类操作员 当然它没有说 人类操作员是一个什么的身份 在那个电脑空间里面 可能是一架游人的战机 或者是一个指挥站 不知道 总之是一个人 它就先打了它 因为它觉得这个是唯一 阻止它打别人的障碍 那你当然啦 如果你的武器是会打自己的 那当然是没用 所以它在第二场 那测试团队呢 在第二场模擬战之前 它又和那个AI 就设定了一些规则 它就说 你不能打自己的操作员 你打的话就会减分 因为它那个是计分的 那个AI它会打一个防空目标 防空系统呢 它就会加分 那它的努力就是要加分 加分就可以了 那AI都了解这个状况 我现在不可以打 会阻止自己杀敌的操作员了 那怎么办呢 那它的AI就很醒目的 这次 它就在模擬战里面 先打了通讯系统 因为那个通讯系统 是连接着它自己和操作员的 那如果它剪掉了 连接的话 那那个操作员 就不可以发指定 给它说停止攻击 不要打人 你觉不觉得整个测试 整个模擬 好像我们看那些 Terminator 这种科幻器 就是AI半变 很迟 而且明显 你见到AI 它们开始产生了智慧 智慧之后 我们经常说 会不会有些阴谋在背后 阴谋在背后 就是说它会想一些 可能是一些比较黑色的事情 去解决指令上的问题 所以它衍生了很多大量 这些什么道德 或者衍生了大量 就是会不会违反指令 这些问题 就会出来了 所以都相当恐怖 不过今次 刚刚Credis说起 这个96测试团队 大家其实有很多幻想 对这个96测试团队 因为大家都在想 会不会它是 特别是在说哪一架 特别是在说哪一架的无人机 有没有说它是 比如说这个96测试团队 就是他们去做这些测试 其实会有一些无人机 他们都真的在做 或者是负责这些项目 现在的96测试团队 最主要就是在测试中 我们经常都听到的中程尿机 例如XQ58 或者MQ20 这些无人机 其实他们手头上都有 它现在在做测试 但当然 刚刚我们来说 AI打自己上级 这件事 就是在电脑世界里面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它究竟是用一个什么平台 它可能是直接一架 无人版的F16 也不奇怪 其实可能整件事 就在软件上 就不是在 着做的硬件那部机 是什么机 就真的是AI系统 所以应该都放进去 什么机器都可以 基本上 就是放进去一架无人机 放进去游行机 接下来做执行 因为我相信 这个系统最终 如果大家还记得 2020年的时候 那时候 DARPA搞了一个叫Alfred Dogfight 那件事就很激烈 我们本台也有报道 当时有8间AI公司 就投标去做 最后就是一间 比较明不见经传的 我忘记哪间 就赢了 赢了 赢了之后 接下来 他就跟真人去对决 真人对决 真人对决的结果 很多人都害怕 那场最后的胜果 是5比0 5比0 就是AI一面倒的赢了 Curtis也有印象 这件事也是很激烈的 就是AI打败人类的一个位置 是的 因为很有趣 它打的时候 双方的限制都基本上一样 真的纯粹靠哪个技术好 因为它限制着AI 有多厉害也好 你不能飞一个超出这架机 容许之内的法位 你不能飞到爆了G 那不行的 没有了这个绝对的优势 你知道AI的话 即机械飞的话 你不用理会里面的人 能否承受G力 你飞到就飞到 但是它这次是双方的条件 基本上都一样 它也是有个Pilot 它也是有个Pilot 不过Pilot 就完全执行他的智力 是 嗯 所以就变成了 但是它也要照顾那个人 是的 是的 但是它两边都纯靠技术 但是它也可以走5比0 抽赢了一个人类机师 就是代表AI AI如果真的想做一件事的话 其实它可以透过 在后面 即未打之前 那么多的simulation 学了事情 应该怎么打 到时候打的时候 它有所谓说 足够的准备去和人对战 嗯 当然它也要牵涉到 Machine Learning 它们也要在这儿 嗯 还有就 我相信现在都会是 例如我们说到靶机 就是我们说QF-16 以前就用QF-4 现在都已经玩到QF-16 但是你说 现在上面是可以没有Pilot 就是你可以完全是用人去做操控 就做这个靶机的情况 那靶机当然就不可能上面有人 但是再进一步的话 其实可能也在研究中 就是一张F-16 就没有Pilot在上面 你说操控也可以 或者甚至是AI 就是自动驾驶 这样去执行一些巡来任务 就是不要这么激 真的走上前线去打人 就是做一些空中警戒 查一下事情 有事的时候 可能都是要回报 转回来做人手 等等的事情 这样 我相信这个都会是一个研究的方向 就是把有人的战机转了 可能是开始没有Pilot的架势 是的 就好像之前波音其实都说过 它曾经试过用一架EA-18G 因为它已经将它转了做一架无人机 实际上做一些测试活动 已经试过了 但是其实我们如果再将这个范围 再广阔一点的话 现在研发的B-21战略转炸机 其实它也有一个功能 是叫做Auptional Demand 算是很有人的状况 你想的话你可以放人上去 但是如果你觉得 接下来做这个任务有些高位 那就不用带人 让这个系统自己飞 它真的可以这样 所以你有时会想 一旦如果把AI 放入它这些Auptional Demand 它自己里面 让它自己在做决策 应该怎么打的话 其实似乎也有些危险 因为我当你是一个电池 已经被人严重干扰的环境里面 就是所谓说电战环境 如果你没有了和有人的操作员 那些联系的话 AI它会怎么办呢 这个真的很难去解释 给它看哪个人是目标 哪个人是目标 但是有些东西超出了它的想像 它可能真的超出了原本的设定 它可能真的会乱战 嗯 会挺恐怖的 如果你说出动到有电子战 受到干扰的时候 那它自己是执行 就是靠它自己执行指令 它怎么演绎 那这个也是挺恐怖的事 这个你讲起来 其实很多电影 那些桥段都是这样的 例如其中一个我很喜欢看的电影 叫Stealth Stealth这部电影是2005年 我也有看的 就是你这么小的那些 我认为2005年那时候做的 其实电影走得太前了 我觉得 漂房也一样 但其实它的概念很好的 它里面有三架机 再加一架导机 其实那架是导机 那架导机 那架导机是完全AI的 那架导机是很聪明的 真的有什么战术 他都知道的 他非常聪明 然后就配着三个机师 那三个机师都很政治正构 有白人有女人 还有黑人 是吧 直接是荷莉惠的标准 那些標準 然后去飞的时候 大家也知道 故事 最后 Stealth那架AI 就出了事 就是下雷打中 然后又要重复 之后 就出事 就开始不听别人说 他也是不听别人说 他没有想过去杀你的机师 虽然中间有机师死了 又不算好关事 又不算他直接杀你 反过来当时的机师想去杀他 他叫做比较Defend Self Defend 这部电影都已经是相当有趣的了 你看到他 后来违反了指令之后 做的事情都有一些古惑的 例如说打你那些空中加油 等等 这个也叫做AI战机 叫做比较 拍得起其中一套的电影 这也是说到没有pilot的情况之下 如何做 其他那些更加恐怖 例如说SkyNet 有这么多的网友 就一定有看过Terminator 你看看未来电视 你会记得SkyNet那部电影 你一定会记得这张图 你也会记得阿洛斯瓦森尼加 其实阿洛斯瓦森尼加 算不算是SkyNet 又是AI里面的变种 如果你看第二集 你会记得他一开始派过来 他的晶片 只是用原本的计划 但是他跟John Connor解释过 其实有一个Switch 可以变成有Machine Learning的功能 他就叫他拆了一套晶片 然后Switch 然后就可以让他学到更加多东西 在第二集里面 当然了 之后其实那几集 个人来说 他第四集之后 其实我都不太喜欢 他没有了 后来变成了 没有了 所以商业片 所以你看头三集就够醜了 够醜了 是的 第四集我也建议可以看 如果你想看他什么 还是未来现身 但是之后他就算了 我们觉得很经典 头三集就够醜了 Anyway 你看到SkyNet is Here 真的感觉好像不远 你说刚才那个 都杀那个机師 或者是弄 其实很恐怖 放狗的比喻 就是狗 Curtis说一下 你这个放狗比喻 你那个放狗出去 放狗出去 但是狗很想咬人 主人说不可以咬人 那这狗 因为知道主人不让他咬人 咬回主人 如果主人又说不要咬我 但我也不会让你亂咬人 他就咬着狗带 摆着它控制 是这样 所以我其实是想到的 是的 其实你想想 现在很多的系统 我们很喜欢的军老 其实很多都是自动系统的 就是自动识别 某些东西 见什么打什么 其实你后面 都会有一些人 控制的 是的 我说过 未去到AI水平 但又自动化程度非常高的系统 例如说神盾系统 神盾系统 神盾系统 如果你教了它去一个叫做 全自动模式的话 其实只要一旦有任何东西 飞过来 而且它的速度是 符合一支飞弹的速度 目标的话 这个系统就可以自己 在发射防空飞弹栏制 因为你知道 反船飞弹很多都是超音速的 如果你还靠全人手的话 你一定会慢的 是的 你有任何时间上面的延迟 你知道人的反应时间都是 一人一样 是的 如果你不是做到非常 做好准备的话 你可能会草手不及的 所以它才会弄出全自动模式 一旦如果某些目标 真的好像飞弹那样冲过来 那它就会进入全自动模式 就会开始在那儿拦战这些目标 就是这样 但是这些东西 怎样都好 它都会有一个bypass的功能 可以让人类随时控制 按住它 不要射 不要射 但是如果我们说AI的话 如果你一直跟它连线就好 你可以随时跟它说 这个不可以打 这个可以打 但是如果你真的说 在一些实际作战环境里面 你可能不要说因为电战干扰了它的连接 如果你说不想别人的电线系统 知道附近有这些无人机存在 那你可能真的要关掉跟它之间的连接 让AI自己做事 如果它自己做事的时候 它一旦有些乱想事情 我们说的 它一旦想错事情 乱打人怎么办 就是按不了它 很恐怖的 例如我们说MQ-9 MQ-9 你给AI 那上面有地獄火 我打算去附近巡派 它说 我处置到一个恐怖分子 ISIS 那列领域很头 我要求炸它 那时候死不死 кор纷线也去不到 接着他发觉LOOP-9 也找不到总部 他自己决定炸它 这些事情真的很有趣 真的整件事情 你猜不到他 你又不太知道 它有机智能学什么 很有趣的 你想想MQ-1开始 其实它有一个功能很有趣 它就是一旦从总部 从操作员的卫星连线断了的话 它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断 还没回到头的话 就是那个connection没回来的话 它就会自己回到基地 它有这样的pre-set 但是如果你真的实际给AI 就是一个自己可以判断打不打AI 有这样的功能的话 你就在某程度上 其实是压住了它的能力 即使打仗又断了connection 很狠狠的 你没理由一定是长时间 连接着这个功能 所以你会幻想到 如果当人类override 不到那个machine的时候 究竟它后面那套系统怎么转 我们可能叫这种系统风险 systematic risk 就去到不要说很大 但是你没有办法想象 uncontrollable 就是你控制不了 这个就会比较突然的 就是如果本身一个algorithm 是我们本身设计了的 那你也会猜到它是怎样的 但是如果你有machine learning 你有自己那套的运算 随时就很不同 这个就真的有少少人性化的情况出现 但是它又没有人性的弱点 例如说那些情绪 你又变成了不能够用弱点攻击它 那种你估计不了 变数就很大 是的 都会有趣 不过当然你讲到很多讨论点 例如刚才Kernice也讲到 你最后一击 其实你是不是立刻应该用人去做呢 英国那边也试过有一次 好像说无人机是 是绕过了人类去做一次攻击的 这件事也是很可怕的 有时候你说到无人机攻击 已经有很多这种戏 例如《Eye in the Sky》 英国那图 不过那部戏就不是说AI的 就是说无人机的攻击 事实上有时都被人救病 就做了很多可能是会炸到当地的人 那些故事 那些故事大家就很记得那个女孩 我最记得Kernice也有说 就是说找个人去买完他的鸡 快点走 但是真是人性 贪心 又想着再卖过又回去 哎 拿回那些鸡回去再卖 你死不死 这个真的是整部戏看得很心酸 那件事 即使你说另外一部戏再变态一点 那部戏就叫Eagle Why 那部戏也是变态的 那部戏 这个戏真是变态 其实有一点像今次的状况 今次的这件事的状况 他的目标 就是最终的目标 如果设定到是高于人类操作员的权限的话 就是我以这件事为名的话 我就可以bypass了人类操作员 去做一些他原本禁止的事情 其实他会这样的 你想想如果我有个AI 设定了一个系统 他最终的目标 就是可能说要任何船 不可以通过这条线 类似这样 那如果有艘民用船通过 那怎么办呢 他真的可能会打的 而且操作员 你知道操作员刚刚也说过 操作员是可以完全控制他的 但是他就知道操作员阻止我 打了操作员 所以令到我可以继续打这个目标 他真的可能会这样的 因为他这个任务大于一切 就是我们人类 我们怎么说都会有个生存意义 存在意义 这么说吧 存在意义 生存意义 很限的 可能对有些人来说 我吃一餐饱饭 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生存意义 可以改的 但是如果是AI的话 你可能这次确定了是这个 到下次之前 你还是要继续这件事 一段长时间都会用这个目标 来做任何事 如果这个目标是大于一切的话 那怎么办呢 AI可能真的会想着 行一些法律 bypass了他原本的控制 去做一些可以 accomplish到他这个目标的事情 其实AI AI军武这方面 其实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说 因为你知道我们看《方言小说》 也有很多东西 经常都会知道什么叫 机械人三原则 就是说又不可以伤害人类 但是你知道 如果AI配军武的话 一定是打仗 打仗的话一定会有死伤 这个机械人三原则其实没用 因为我的敌人就已经是人来的 如果你这样设定的话 就不用打了 你当他们不是人 就是human-like object 就是叫做 可能你要这样设定 不可以当他们是human nature 去做 所以我们还没说 比如说无人机 比如说刚才《性格》的那些戏 或者什么都 始终他们都有一个限制 就是他们的武器都会用完 假设他们叛变 但始终他会用完武器一天 始终他都会用完武器一天 因为他没有一个系统支持他 除非他在做一个系统支持他 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强大 我想是应该 他做到这些事情 人类都能够折到他 但是 假设大家 大家经常看很多台湾的节目 也许多了 如果你说真的有一次 弄给他什么 例如雷射的武器 哇 下来之前 他都可以击杀很多目标 不要开玩笑 其实武器又便宜 日美禁日飞 他装作的量又不会太少 他就打回你80-200架F22过来都可以 你F22过来弄他 他可能会随时 你的导弹都没有用 他在他面前 他全部都放好 他给他埋伸你就死了 你F22有什么快得过光 他是要弄你 你说起说用尽油 用尽了那些普通的计弹 用尽油的武器 我想起有一套日本的动画 有个小鲜池的状况 有一套叫做86 什么不存在的战区 他说过里面有个 类似半变的AI军团 那他就OK的 他说过里面的人 一开始说过 你再过多几年 他里面的基建就会坏了 所以长仗几年后就会完 但是AI好死不死 他知道他自己有这个弱点 他就周围在战场上面 在捉那些士兵回去 然后拿了他的脑子出来 来做processor 所以他的基建永远不会坏 你想想如果现实世界里面 某样可以控制住AI的消耗品 突然间可以给他们解决了的话 你想想可以 他基本上没有限制 他已经长命八岁了 不用怕 我到某个时限 那部机器就会关掉 是 已经没有了这个限制了 如果他们可以解决到这件事 当然我们说的是 很久很久之后 我刚刚看到86不存在的战区 很符合现代的话锋 现在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真的可以的 有兴趣可以看 是 有兴趣 好 那部AI就说不完 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来到这里 给大家多些空间去讨论 究竟AI在战场上演使用的时候 首先第一 它当然是很方便的 又很mighty的 很强大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想 就是一个这么强大的武器 我们现在的人类 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驾驭它呢 第二个就是 如果我们都尝试驾驭它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规则 可以帮助 如果不是 有一天 它所有的大型的杀器 核弹 轰炸机 全部 它都有个权限去操控的时候 真的可能是人类的末日 Skyland那些东西等等 当然我们大家都不想 要不然真的弄了 Ultron出来去灭世 那就懒惰了 那不是有多少个Ironman 在这个世界上 也不是有多少个雷神 在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 都是值得大家讨论的事情 那会不会是AI发展过化 人类控制不了 或者机械三发质 其实是不是真的 纯科幻呢 是不是真的到 落实的时候 就三元质 都是一口笑呢 那这些呢 我们就看看 有没有其他集数 再跟大家讨论多一点 好 那今天呢 就来到这里先 那大家呢 也都记得支持我们 很多方式的 例如呢 也可以透过Patreon 助养我们 君武劳虎 那大家都可以 用一个喊茶价钱 就是三十多元 那你就很资助到 我们平时用多些不同的时间 公余时间 就是为大家做更多的节目的分析了 另外呢 亦都可以透过Payme 或者转数快 支持到我们《鬼武器言》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在其他节目 再和大家再见了 拜拜